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谁都不敢说真心话,所以我进来幻想,在网上找一个牧师,但愿你就是我的牧师。 我真想跟你多谈几句,可是一感受到你的纯真,我又有点不忍心了。我不能把我的痛处再传染给你,但我真值得希望你把你的伤心分享与我,而这对我来说就是阳光,就是鲜花,就是歌声。 黄唐酒 隔天,快乐女孩给方好名回一秒。 黄唐酒,谢谢你给我改的名字,可是我的命太苦了,只有没完没了的伤心,难得一点快乐。 对于我自己的生活,该何去何从我不敢去多想,有一天过一天算一天的感觉,是不是很可悲呢? 黄唐酒 以前我是戒酒交仇,现在是戒王解仇。 有时候我想啊,要是哪一天我未老先死,我一定不会很痛苦,我会笑着对我父母说,我是天堂里的一只小鸟,因为喜欢你们,所以才来到人间。 但在这里,我失去了翅膀,现在我要回天堂找我的翅膀,我很开心,我将又要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哼哼,我是不是很消极呀?死对于我来说,好像是一种解脱,但如果真正要死,我想肯定很怕。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也没干嘛,只是生活的没有什么希望,不如意。 在别人眼里,我很快乐,很幸福,我是生活在过去里的现代人。 我过去的生活,我过去的生活,打个比方说,我是曾经跑在同龄人前面的赶路人。 因为欣赏路上的某一处风景,不慎被车撞了,皮外没有受伤,受了内伤,耽搁了前程。 外人看来没什么事,但一有天气等影响,内伤就会发作。 内伤,成了我心里的阴影。 我从小就有很多的梦想,也都是这个原因,我变得消极了。 梦想没了,我只希望能维持最低的生活状态,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 有人说我漂亮,参加工作了,有人把我拉回现代,却又给我沉重的打击。 我又跌到最低,黄腾九先生,生活好像很喜欢和我开玩笑,是不是我太可爱了,老天爷喜欢呢? 想到这儿,我想哭,从小我是个不爱哭的女孩子,被父母打骂,都不会哭,只会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他们面前,泪水还不会掉下来,因为我爱面子。 哼,有点说得太多了,浪费你的时间,不说了,快乐女孩。 看了这个email,方浩明的心好像被灌了签,很沉很沉。 这没想到一不小心撞开这么大一块伤疤。 分享伤心哪,说是容易做来难哪,面对这个email,他呆呆地想了很久,想不出怎么回复为好。 方浩明逃避了,一天又一天。 方浩明决定今天晚上给快乐女孩回email,不管怎么样,简单也该回个话呀,不然太对不起人家了。 刚开机,还没进入邮箱系统,这手机就响了,是涂长青的。 不能不接呀,他喝了点酒,更是移植气食。 哎,你在干嘛呢? 出来散步,我在南桥下等你。 这,我,我有点事。 方浩明不太想去。 有个屁事,酒又不喝,牛又不泡,还有什么事啊? 啊,快出来,不出来,你明天见不到我了。 哎呦,我说堂堂大行长怎么敢这样说呢?啊,我们还年轻啊。 你明天见不到,就见不到了。 哼,见得到也不见你,快点,给你十分钟。 被人这样勒令,方浩明满肚子不愉快,但这是个得罪不起的朋友啊,只好一了,回信已经拖了这么多天,不差这么几个小时。 天气一天比天热,河边散步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 涂长青在桥下的十条凳上,专等方浩明。 什么事啊,催命鬼样的。 毕竟算是朋友啊,方浩明没给他好口气。 嘿嘿嘿,我已经行碗释放了。 涂长青说,上海来人了,明天上午十点找我谈话,后天宣布。 我在自己行里都没说,现在先跟你宣布,怎么样,够意思吗? 嗯,不错呀,嘿,祝贺你啊,嘿嘿嘿。 方浩明笑了笑说,但并不由衷,因为心里突然感到又被砸下一块石头。 他比我小两岁啊,他本来就比我大半级啊。 呃,不是说要等下半年吗? 嗨,谁知道呢,官场上的事不是我们能把握的。 涂长青早被列入培养对象,下来清晰只是肚肚金。 央行体制改革,他们只属上海分行,因此提拔他也是上海只管的事。 所谓谈话呀,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实际上就是对你本人宣布。 方浩明努力驱逐心头的阴霾,连忙打趣说,走,给你进行,这年头拍马屁也要赶走啊。 涂长青很爽快,好啊,我今天晚上没喝够呢,跟他们喝没意思,还是要跟老朋友喝才有劲啊。 哎,你不是不喝酒了吗? 哎,该喝,不喝也不对呀,啊,呵呵呵。 哈,那是那是,够朋友,啊,最后一次了,叫几个小妞来,哎,别把我放倒就行。 嗯,叫谁呢? 不管你叫谁啊,叫你二妈三妈都行,嘿,别叫鸡婆就行。 方浩明想来想去,只有下雪。 再叫她带一两个,可是打电话她家里没人接,手机挂不通,叫不到一个陪酒的女人,那是很丢面子的事。 她自嘲的笑笑,呵呵,哎,书到用事方很少啊。 哈哈哈哈,小姐怎么会少呢,满街都是啊。 清晰这鬼地方,全县小姐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杨美。 哎,对了,哎呀,杨美啊,好长时间没看到她了,想见吗,马上去啊。 好啊,涂长青,掏手机看时间。 嗯,现在,八点九分,到川州,算十点半。 到一点,嗯,可以喝两个半小时,到明天八点,还有七个小时,行啊,真的走,怎么样? 今天晚上,你要喝到天亮我都奉陪啊。 方浩明和涂长青马上行动,并给杨美人挂了电话,说很快到他那。 考虑到后天是星期五,涂长青要回来宣布荣升,而方浩明要等下个星期一才回来,决定用涂长青的车子。 涂长青的车是奥迪,跑起来飞快,现在路修好了,晚上车辆交会又少,开得更快。 慢点,慢点,慢点,不急,安全第一。 涂长青要求司机小公说,方浩明笑道,嘿嘿嘿,杨美人在召唤,你会不急? 该急的时候要急,不该急的时候不能急啊。 在车上急什么呢?啊,要快,一步到天堂啊,一秒钟把一生的路走完,那有意思吗? 车子轻飘飘的,车灯像箭一般不停地向前飞射而去。 哎哎哎,小郭,前面停一下。 涂长青突然说,妈的,刚才喝了啤酒,水龙头关不住啊。 这是一段开阔地带,路面是又平又直,一边是水田,一边是小溪,四处挖升。 涂长青内急得很,出车门,没走几步就往溪里头撒。 方浩明和小公不急,走开好几步,到车灯烧暗的地方。 这时,一辆大货车迎面驶来,与停着的奥迪交汇时,鬼使神差,那大车方向突然打横,将小车连通车边的涂长青一起撞到小溪里。 方浩明和小公吓坏了,借着星光连滚带爬地摸到小溪里头,想抬开内部压在图长青身上的小车,怎么也掀不动。 方浩明急得是跳上跳下,不停地喊,长青啊,长青啊,你要挺住,你要挺住啊。 还是小公的职业敏感,一看,光靠自己没用,马上打手机,抱122,紧接着又打120。 然而没用,救护车带了图长青直送活葬场。 这么好好的路段,怎么会出车祸呢? 如果那部大车不是外省远道而来,连方浩明也会怀疑是谋杀呀。 方浩明连夜接受警方的询问,他如实诉说车祸发生的经过,与小公及大车司机的说法相吻。 第二天,他又接受市人行的调查,这一次他耍了点小花招,说图长青是怕第二天早上来不及,才连夜赶回川州。 那么,你说杨美人召唤是什么意思? 市人行监察市人员追问,看来呀,小公将什么都说了,但他应该不知道图长青临时回川州的真实意图。 于是,方浩明壮着胆说,哈,那是因为回到市里太迟,我们准备到小湖后去吃点点心。 这说法成立呀,因此图长青之死被定性为因公殉职,其家属和方浩明都得了点安慰。 等处理完图长青的后事,方浩明终于要回信的时候,快乐女孩追来了一秒。 黄藤酒,你好,你怎么不理我呢? 是因为我说太多了是吗?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觉得不好说,就不要说,最好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如果这样,你的生活就只有快乐,那你就说说你开心的事儿吧。 唉,其实我也遭不到哪儿去。 我只要不去想,心情都很好,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了一个位置,存放忧郁。 我期待着有一个人帮我抚去忧郁,让我忘记过去,这个人就是我将来要嫁的人。 所以,我在平时生活中,会突然想心事儿,喊口气,但总的来说,我是开心的,因为我很容易开心。 我有这样的经历,一分钟前还哭,一分钟后又有说有笑了。 那种非常忧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时间的确是最好的创伤药,所以你不要担心我情绪不好,有什么话,尽管说,想你的快乐女孩。 方浩鸣立即回信。 快乐女孩,你好。 两个email都收到了,但我这一段呢,出差在外,没能及时给你回邮,请求谅解。 这次出差呀,我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发生车祸,他当场死亡。 我安然无恙,但我的心像你一样受了内伤。 我的年龄肯定比你大,但离老子还有相当的距离。 总以为死亡对我是相当遥远的事。 没想到处潜伤着可恶的死神呢,稍不走运,他就会降临到你头上。 这个朋友比我还小两岁,可他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却那么突然的就走了,是我亲自送他到火葬场的。 在那条小溪里,我也是亲手抬起来的。 车子只是压着他的下身,按理说不会致命啊,我以为他只是给吓坏了,只是昏睡。 抬起来一看,有一条鱼在他头上活蹦乱跳。 这是一条不大的刺鱼,他背上的刺不偏不已,深深地刺在他的太阳穴里。 那条小鱼还活着,不停地蹦跳着,要挣扎回溪水里。 可我那像牛一样健壮的朋友,却一动不动,当场死了,彻底死了。 现在医学发展了,工作和生活中各类安全措施大为完善,战争也大为减少。 可是让人暴死夭折的因素并不见得减少。 看看各种恐怖分子制造的灾难,看看飞机失事,看看娱乐场所的大火灾,车祸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看看这些灾难中突然死去的,活蹦乱跳着的中年,青年,甚至少年儿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 但我们现在的生活,却是太多因素,让我们难以快乐。 请允许我再谈几句,我那刚死去的朋友。 他连死都不得爱你,本来挺干脆,医院都不用麻烦,直接到殡仪馆。 可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他妻子一个什么亲戚,却突然要求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县城去火化。 原来,那亲戚有个亲戚在那里的殡仪馆工作,有纸票任务,完不成,要扣工资。 所以很多职工只好外地收购尸体。 看他说得这么可怜,大家不便反对。 我那死去的朋友,更没有吭声。 你我都在银行工作,钱对于我们不能说很缺,可是我们快乐嘛。 说实话,我也不快乐,主要是精神上太压抑了。 同事之间看似有说有笑,可实际上你提防着我,我提防着你。 一年到底考核还得暗暗你死我活拼一番。 朋友,实际上很少。 好一些的能说点,一般只能喝喝酒。 妻子说起来亲密无间,实际上也有很多不能说。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麻子,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可这老婆跟教书先生好上了。 麻子知道了,对老婆说。 我出个谜语,她如果猜得出来,我就把你让给她。 如果猜不出来,就叫她把金笔价让给我。 老婆同意,麻子出谜语,两头尖尖,层层叠叠叠,散散乱乱,猜三样东西。 老婆猜老半天猜不出,央求麻子说,这么难猜,你说一下是什么? 麻子说,我告诉你是可以,你可不敢告诉她呀。 老婆发誓不告诉教书先生,麻子便说,两头尖尖是老鼠屎,层层叠叠是牛屎,散散乱乱,是羊屎。 第二天,麻子下田了,老婆又跟教书先生私通,把这事连谜底都告诉她。 晚上,那先生来见麻子,麻子出两头尖尖,层层叠叠,散散乱乱的谜。 那先生马上猜出是老鼠屎,牛屎和羊屎,说着就要拉他老婆走。 没想到麻子留了一手,这时破口大骂。 你这个先生,说不好好教,满嘴都是屎。 两头尖尖,明明是五股杂粮,层层叠叠,明明是四叔五经,散散乱乱,那是满天星星,你怎么吃屎穿屎,满肚子竟是屎呢? 从此以后啊,流传下一句礼语,对老婆婆感真,真了,打单身呢。 这当然是个笑话,可是夫妻之间有很多不移说这是真的。 将来你肯定也能体会到。 不信,我们打个赌,你还可以累推一下,你跟你父母跟兄弟姐妹,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无话不可说呢? 所以啊,我越来越想找一个地方能一语,这就是网上,想找一个听众,这就是你。 不仅是绝对可靠的听众,还是我的牧师,你愿意吗? 更想你的黄藤酒。 快乐女孩回韩,只简单的提了一个问题。 牧师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牧师是西方宗教的一种职业,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 以前呢,在大学的时候,我很爱看外国小说,印象最深的女人,有埃斯美拉达,杜尔西内亚,等等。 你知道杜尔西内亚吗? 她是唐吉克德的情人。 她赞美她是小溪边的光环,草原的花朵,美人们的榜样,优雅的典范。 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她却无时无刻不沐浴在她的光辉里。 就像在网上的你我,你的网名再改一个吧,就叫杜尔西内亚,好吗? 方浩明发邮说,快乐女孩回复说,外国人的名字真拗口,还是叫中国名字吧? 方浩明便提议,哦,那就叫狐狸精吧。 小时候我上山砍过柴,有一回啊,在一个大山里头,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远远的,隔了好多树,又有些雾,我觉得她像天仙一样。 美极了,虽然看不太清楚,总共也没看几眼,但是深深地落映在了我的心里头。 很多书里头写仙女,妖女,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吧。 我又想,它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狐狸精。 我曾想过,如果真有辽斋中那样可爱的狐狸精,那就让我遇上吧。 以前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也这样想,现在我又想在网上能不能遇上。 我真希望你就是,来得那样突然,又如此可爱,如此美妙。 快乐女孩还是不大乐意,在我们老家,狐狸精那是骂人的。 方浩鸣坚持说,那是误解,因为北方多狐,南方多鬼。 我们南方人不大了解狐狸精,其实狐狸精挺好,我从书上看了好多狐狸精的故事,都说他们好,啊,有时也会变成男的。 比如说,有一个男人上山打猎,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知道她是狐狸精变的,涂一点鼻血在她的额头上,她就没办法变回狐狸了。 跟着她回家,做贤妻良母,生的儿子还特别聪明。 邻居知道她是狐狸精,但谁也不会看不起她。 如果你嫌光这三个字不好,那就亲亲狐狸精吧。 快乐女孩欣然接受。 她们一秒往来越来越多,有时一天两份,然而她们并没有再谈什么具体,倾诉的是越来越渴的思念。 亲亲狐狸精写道, 黄腾九,这几天怎么没上网啊? 感觉好久没见到你了,你忙吗? 别忙坏了身体,要注意休息。 黄腾九,我一直在等你,你去哪儿了?我真的很想你。 黄腾九,最近很忙是吗? 今天是周末,怎么没空上网? 我去聊天室好几次,都没等到你。 我每次都是失望地离开。 现在有空吗?我们聊聊好吗? 黄腾九,昨晚我等了你一二十分钟。 看你没来,我就走了。 后来有个朋友约我去OK厅唱歌,我就没上网了。 我想,你肯定又在胡思乱想了。 我想我没来,你一定会替我向你自己解释一番的。 我随便生生气而已,没什么了,唱完歌,回来就没事了。 黄腾九,今晚吃完饭,我就出去了。 天气太热,出去散散步,直到十点半才回来。 看到你的邮件,很高兴。 可我一直上不了我们聊天室的网站,我很着急。 可我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望您能谅解。 不知道你现在睡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请回话。 黄腾九,我在聊天室里等了你很久了。 你还没回家吗? 是不是又去应酬了? 天气这么热,要注意休息,别累坏了身体。 祝你做个好梦。 愿好梦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 愿开心和快乐伴随你每一天。 黄腾九,睡了吗? 亲亲狐狸精真的很想你。 这几天没在网上见到你,更是加深了我对你的思念。 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空吗? 我真的,真的很想和你聊天。 你不会让亲亲狐狸精失望的,对吗? 我知道你很心疼亲亲狐狸精的,你会再和我相会的。 愿好梦长相随。 他邮件的署名也迅速发生着变化。 不光是想你的亲亲狐狸精,还有为你疯狂的亲亲狐狸精,永远想你的亲亲狐狸精,不能不想你的亲亲狐狸精。 时刻想念着你的亲亲狐狸精等等。 方好明又喜又怕,喜的是被这样一个女孩火热的爱着,而年轻时恋爱都是苦苦的追止对方,没有多少被爱的甜蜜。 怕的是网上骗子太多,说不定这亲亲狐狸精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甚至根本就是个男人。 或者说对方有什么阴谋故意引诱,再是自己没什么这方面的经验。 生怕他说错一句,他就会像拒绝融化的兵女一样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回复说,小院家,我们不能发展太快,受不了的,我不能太多想你,你也说过,我们只在梦中,我也只想保持在此程度。 你有没有买过彩票呢? 人家打牌爱赌博,我可不干,但彩票我每星期都要买一次。 我梦想哪一天,一不小心能中他五百万,一辈子就可以自自在在的过。 那中奖概率太低了,半年一年末奖也难中几次,但我仍坚持买,绝不放弃那个梦想。 现在我想,你就是我的彩票,你能让我在梦中吻你,网上吻你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能真的做我的情人,自然更好。 我等你结婚后更多点缘分,那样就公平了。 黄藤酒 两颗心一天比一天炙热,一秒一天比一天显得笨拙,他们便改用QQ。 哎,越来越想你了,怎么办? 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男人来解决的? 别问我呀。 突然,清新狐狸精不见了,没有一点预告就消失了,像拒绝融化的兵女一样,无影无踪了。 方浩明急得要命,一遍遍寻找,一遍遍查看自己的机子。 偏偏在这时,叶素芬打来电话。 先是抱怨方浩明的电话,怎么不是挂不通,就是战线,然后告知今天的川州日报,登出那篇表扬他的稿子了,叫他明天早上注意看报纸,并替他感谢夏小姐。 然后说方浩明这个月的考试又调了七名,方浩明听了很生气,但是心不在焉,怎么搞的?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考不好,跟我有一点点关系。 怎么了?又是乱打乱骂我孩子? 不是,考英语写作文,写煮一样菜,女儿写。 煮西红柿蛋汤,按我做的,先放水,开火,切西红柿下锅,再打蛋进去。 可是他们老师说不对,要先切好西红柿,打好蛋了才能开火,一下子多扣了好几份。 这些老师也真是的,太死晚了吧。 方浩明有点恼火,为女儿抱不平。 当然了,主要还是他自己考不好,不能怪老师。 叶苏芬很急,那现在怎么办呢? 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呀? 方浩明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脑屏幕。 好了好了,我这还有点事,以后再说吧。 方浩明匆匆将叶苏芬打发,想来有点奇怪。 这电话好像是冲着亲亲狐狸精来的,而他又好像是为了躲他样的。 现代科学技术这样发达,男人女人要走点丝实在是太方便了。 方浩明继续等亲亲狐狸精回来。 如果他是出于第六感,躲叶苏芬,那么现在叶苏芬挂完电话,他该回来了。 他要是不回来,这机子就开到天亮。 亲亲狐狸精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没让他等太久。 黄腾九,刚才我的网络出了问题,重新启动在链接上。 哼,我现在真有点怕我的亲亲狐狸精会像他突然变来一样,突然变走,突然变得无影无踪。 你的亲亲狐狸精是不会变走的,因为他已经被你点了笔血。 我也不知道,相信我,因为有点心虚,我没法把握你。 我有时想,说不定哪天我会不顾一切的去找你,这虚妄那么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一定会紧紧的抱住你。 那我会把你扔到河里,然后我也跳下去。 我会抱住你,然后再也不放开你。 然后呢,飞走吗?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可以,只要有你陪着我。 真的吗? 不用怀疑。 吻你百遍。 误会之虚的。 今天就到这儿吧,太迟了。 我还想聊。 改天吧,我也想。 吻你一百下。 两百下。 三百。 让你爱个够。 爱你爱个狂。 刚下线关机,方浩鸣就忍不住了。 马上又开机给亲亲狐狸精发一秒。 我可爱的亲亲狐狸精,爱是这样的无可救药。 除了想你,还是想你,吻你百遍千遍。 荒腾酒。 不巧,这几天市分行的人下来检查工作,事关重大,方浩鸣得三陪。 从早忙到晚,根本顾不上开电脑。 这招致亲亲狐狸精的抱怨。 亲爱的荒腾酒,顾得好吗? 这两天怎么没有发一秒给我? 我很想你。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聊天。 我觉得自己快被这样的爱情折磨死了。 想想办法吧,黄鸣就。 不能没有你的亲亲狐狸精。 这爱情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方浩鸣和亲亲狐狸精约定明天晚上见一面。 地点选择在川州卓吾区市郊不太显眼的荣音宾馆。 具体情况,到明天六点再联系。 怕路上堵车,怕客满订不到房间。 方浩鸣中午一吃完饭就动身, 到荣音宾馆还不到三点。 方浩鸣办完手续入住房间, 接好手机电话, 发现还差三个来小时。 此时此刻心火寥寥, 一分一秒都难耐, 可还有三个小时一百八十分钟一万多秒啊, 怎么熬啊? 他突然后悔, 这么久没想到要个亲亲狐狸精的电话, 不然可以叫他也提前到来。 不过又想他比不得他, 不是领导不便擅自提前下班。 还是耐心些吧。 方浩鸣矗立在窗口, 远眺而去。 高楼林立, 可以望见两栋大楼上的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字样。 他很自然的想, 亲亲狐狸精, 究竟是哪家银行的呢?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等, 包括自己的中国教育银行, 哪家银行都有可能啊? 可这谜底还要过几个小时才能揭开。 人海茫茫, 美女如云, 究竟哪一个是亲亲狐狸精呢? 凭什么说她是美女啊? 万一她是虚老伴娘呢? 万一她一点也不漂亮呢? 她曾主动提出视频一下, 但她想她这种身份摆个摄像头在那里多不好啊。 再说了, 古人娶新娘都盖头巾, 直到洞房来露出真面目, 那多让人更多想念呢。 现在她有点后悔。 我应该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时间尚早, 方浩明想该给亲亲狐狸精卖出鲜花, 立即上街。 买多少呢? 歌唱的是999朵玫瑰, 那真要买那么多, 得挑一大弹, 显然是不妥呀, 买一大把也不行啊, 要是两手捧着, 这万一碰上熟人怎么交代呢? 她决定就买一只, 并向老板要了一大张报纸, 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 亲亲狐狸精五点半下班, 六点整, 方浩明打开手提电脑, 上Q同他联系, 他等在附近的网吧, 房间是六零七, 我已经在这儿等你了, 好激动啊, 可我仍然想问一句, 你真的爱我吗? 如果后悔, 现在还来得及。 我可不喜欢你这么问, 你知道的?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矛盾吗? 我这才理解什么叫夜宫浩龙。 那我可不理解。 你感觉得到我有多爱你吗? 不知道。 我爱你, 但不能娶你, 怎么办? 你说呢? 现在你想逃了是吧? 不知道, 所以我很苦恼, 很想见你, 又怕见你。 为什么怕见我? 你怕见了我, 我就会逼你和我结婚是吗? 我不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或者帅哥。 你觉得这很重要是吗? 我是怕见了会让你失望, 我太爱你了, 我怕失去你, 连梦中情人都得不到。 你今天就想和我说这些吗? 你是在拒绝我吗? 不, 我更是在渴求你, 我愿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我知道你还是不会相信我。 是的, 我也觉得我们特别有缘。 短短几天, 仿佛相知了几个世纪。 生活中我们身边的男女都很多, 可能这么神速交心的, 从没有过。 这几天, 我几乎没怎么睡, 就连午觉都睡不好, 都是你害的。 天哪, 那就快进来吧。 在等待亲亲狐狸精进宾馆, 进电梯, 进房门的时刻, 方浩鸣心里仍然有些不安, 他似乎仍然不敢相信, 真会有这种艳符, 还仍然有点怕这亲亲狐狸精, 有什么阴谋。 媒体上经常报道, 有人在网上利用色相, 勾引男人或者女人, 实施诈骗, 强奸或抢劫, 如果是这样, 那是可怕又可笑的。 不过他又想人生难得一点浪漫, 舍不得错过这艳遇, 他早年就梦想过, 只要是美美的艳遇, 哪怕是狐狸精也好, 现在真的要见狐狸精了, 哪怕有性命危险也不惜一见。 他已经做了另一手准备, 钱包里头只留三百现金, 信用卡都不戴在身上, 万一遇上不错, 除了这手提电脑, 还能损失什么呢? 这样, 他觉得自己简直英勇的像个 深入敌后的战士, 至少像个卧底的刑警, 然而, 他到底更像一个偷香窃欲的情郎, 他将包裹玫瑰的报纸接去, 坐在椅子里边喝茶边等待, 那朵刚喷过雾水的鲜花就持在手上, 准备一见面就献上,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他迫不及待地走到门边, 一手持花, 一手悬握着门锁, 两儿仔细地捕捉着 来自门外地毯上任何一点声音, 胶着地等了一秒钟又一秒钟, 一分钟又一分钟, 一小时又一小时。 晚上, 叶苏芬修理方妮的时候, 方浩明回来了, 他们两人正僵持, 方妮抬着双臂擦眼泪, 呜呜呜, 叶苏芬手持灭片, 一副随时还要打的样子。 方浩明一开门便看到, 鞋都来不及脱, 连忙奔过去, 将包往沙发上一扔, 就抢过叶苏芬手上的灭片, 历生则问, 干什么来啊? 有什么不会好好说呀? 说了他会听吗? 叶苏芬一枪怒火, 说了多少遍, 洗了头要吹干, 就是不听, 随便擦一下, 湿漉漉的, 就那样子, 到时候生出病来。 哎呀,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方浩明见没什么大事, 便将灭片扔到沙发上, 顺手将女儿边劝边推到他自己房间, 然后到小卫生间泡澡。 叶苏芬平静下来, 开始整理家务, 他本来就不太讲究, 丈夫不在家, 更是随意, 如果他早说会回来, 他会早整理, 突然回来, 让他措手不及。 餐桌还没有收拾, 他将剩菜盖一下, 将碗收进厨房, 泡在那明天一起洗, 先整理客厅。 他将沙发上的灭片, 放回鞋除, 提起方浩明带回的大包, 看适合放在什么地方, 发现包里, 有一只鲜艳的玫瑰, 他的心怦然一跳, 他们谈恋爱时, 还没实行送花, 这些年实行又没那心情, 今天他怎么会送一只花给我呢? 他拿了花, 马上奔过去, 敲开小卫生间的门, 哎, 今天为什么送花给我呀? 方浩明略为一惊, 怎么把花带回家了呀? 他躺回浴缸, 装着闭目养神的样子, 轻描淡写的说, 哎, 晚上陪客人吃饭, 卖花的小女孩一直缠着, 只好买一只, 这又不好乱送, 就带回来了。 谢谢, 叶素芬兴高采烈, 上前吻他一下, 叶素芬找了个漂亮的酒瓶, 将那只玫瑰用水养着, 放在床头柜上, 床头柜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三下五出二, 清理好, 然后叠被子, 将床头和电视机柜边的衣物, 该挂的挂, 该丢洗衣机的丢洗衣机, 整个卧室很快便清爽起来, 左看看, 右看看, 他觉得挺满意, 但最满意的还是那只玫瑰花, 不禁端起他吻了一下, 于性未尽, 又端到芳妮房间, 你看, 漂亮吗? 芳妮正在做作业, 闻声抬头转过来看一眼, 嗡了一声便埋回头去, 你爸爸送给我的哟, 叶素芬声明说, 退出芳妮房间, 他又找方浩明, 你看用这个瓶子差怎么样? 方浩明也只是看一眼, 嗯了一声, 叶素芬根本没在意丈夫和女儿的冷淡, 他想, 今天方浩明破天荒送花给他, 他该给他点什么回报呢? 这么一想, 马上到大卫生间去淋浴, 叶素芬淋浴出来, 直接躺到床上, 他淋浴用了温水, 浑身都是热的, 赤裸地躺着看电视, 电视里有男人, 他突然觉得那男人的两眼正色眯眯的看着他, 他不好意思起来, 连忙抓过毛巾毯盖住身子, 不一会儿, 他觉得太热, 不果又曝光, 只好开冷气, 想当年没有空调, 他又怕热, 真讨厌的, 有时都快吵起来, 现在可好了, 三福天也不怕, 小卫生间就在主卧室里面, 方浩明终于泡垢, 出门一眼就觉得房间变了, 叶素芬充满爱意地望着他, 撒娇说, 你要帮我拿短裤, 不然我就光屁股, 光就光呗, 又不是没光过, 方浩明说着抖落浴巾, 奔上床, 挤到毛巾毯里头, 吻我一下, 叶素芬要求说, 方浩明闪电般吻了一下, 嗯, 没有如露香, 有嘞, 你多吻几下就有, 哎, 你等等, 叶素芬叫道, 他跳起来, 跨过方浩明的身子, 叶素芬下床穿鞋的时候, 方浩明看一眼他的身子, 偏偏看到那明显隆起的杜楠, 及其上面的韧尘文, 眼前马上幻现, 下雪那玲珑的身子, 甚至想起了风月场所一个个小姐的裸体, 他不由轻叹一声, 闭上双眼, 叶素芬上卫生间不关门, 大抛尿, 倾盆而下, 方浩明听得很反感, 什么也给马桶冲光了, 等他回床上, 他一眼也没睁, 哎呀, 我都快睡着了, 今天真的太累了, 那就睡吧, 叶素芬说着吻了他一下, 早在小学五年级, 方妮就有了个人隐私的概念, 坚决反对父母搜查他的书包和房间, 他们允诺, 一般也遵守得不错, 这星期天下午, 方妮补课去了, 叶素芬搞卫生, 搞到他房间, 发现他的抽屉忘了锁, 忍不住犯了犯, 居然翻出几张小纸条, 有的写着明显出格的话, 他大惊失色, 学生早恋之类的话题早已不新鲜, 但他总以为女儿像自己当年一样规矩, 当女儿学习成绩开始退步时, 他也往这方面想过并注意过, 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今天偶然查一下, 不想真查到了问题, 藏了好多张靓女帅哥的明星照, 当然, 认真来说呀, 这不算问题, 但是算有倾向, 有苗头,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 防患于未然, 中午上学, 方妮前脚走, 叶苏芬后脚是跟上, 跟出宿舍区跟上街, 可他一上公交汽车就跟不上了, 傍晚放学, 叶苏芬请假一小时, 早早到学校门前埋伏, 这种事儿啊, 说来轻巧, 做来难的, 开始, 他站在公交车站边上, 装着等车的样子, 后来躲进边上的小书店, 拿本书装着翻看, 实际上全神灌注学校大门口, 学生出校门像开闸的水一样, 又像养鸭场的大门突然动开, 汹涌如潮, 叽叽呱呱, 学生统一着装, 红女绿男, 又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个儿, 远远望去很难发现哪个是自己的女儿, 学生一出校门, 就四面八方散去, 叶苏芬只恨分身乏术, 只能盯住往自己家方向而行的一路, 这一路的学生也很多, 令人眼花缭乱, 他感到事丽差了, 对关键的目标怎么专注, 叶分辨不清, 时间一久, 视线模糊起来, 啊, 你在这干嘛? 方妮突然出现在眼前, 叶苏芬好不尴尬呀, 只屋了好一阵, 才回答, 啊, 我, 我, 我到这边办点事, 找本书, 一连两次失败, 激怒了叶苏芬, 他下决心把方妮的行踪搞清楚, 他意识到, 这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他不敢请那么多价, 也没有搞地下党那种本事, 他想到从媒体上看的, 现在大城市实行私人侦探, 好像本事也有, 他立即打电话咨询, 问了几家, 跟一位叫同堂的律师联系上, 叶苏芬上门找同堂洽谈, 他要求把方妮十天内在家门外和校门外一切时空的活动搞清楚, 终点掌握他有没有跟男同学接触, 跟谁怎么接触, 必要是可以录音录像, 同行要求每天支付三百元, 如果有录音录像, 另行计算, 他嫌要价太高, 他则说, 哎, 这是最优惠的了, 我跟其他人做, 每天起码五六百元, 多得上千都有, 我还没有做过跟踪学生的, 试做一次, 象征性收点算了, 那就算实习了, 再便宜一点呗, 叶苏芬要求说, 同堂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不急不躁说, 一分钱一分货呀, 我们要对你负责, 把你所担心的问题弄给一清二楚, 要是不负责任, 随便应付你一下, 当然可以更便宜, 像这种调查, 又不能公开, 可不是容易的事啊,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办得了的, 我们的职员, 都是部队侦察兵出身, 有很多现代化器材, 你想, 这成本多高啊, 老实说呀, 要你这个价钱, 我们根本没有钱赚, 只不过是想, 对, 像你说的, 实习一下, 给这么一说, 叶素芬不觉得贵了, 不就是三五千吗, 跟女儿考不上, 跟要给学校交两三万择校费比起来, 这算得了什么呀? 他利索地签了协议, 交了定金, 走出同堂的写字楼, 叶素芬如是重负, 然而, 一看到方妮, 他就变得不安, 本来他还想晚上给方浩明说一下, 现在想, 被他知道了肯定要遭骂, 他们会不会偷偷在女儿身上安装窃听器呢? 如果有, 安在哪里? 他觉得女儿圣洁的身子被侵犯了, 而这帮凶竟然是亲生母亲。 这天夜里, 叶素芬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被几个男人跟踪, 他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像老鼠一样窜来窜去, 一会儿躲进大商场, 一会儿躲进大宾馆, 怎么也甩不掉丁烧者, 最后不知怎么躲到了医院太平房, 而这门突然关上, 只好从后窗爬出去, 掉进一条污水沟, 脏兮兮地跑回家, 急切切地关门洗澡, 一丝不挂地冲着身子, 却又发现热水器边上, 有一个微型摄像看头。 第二天一早, 叶素芬在上班路上给唐童打电话, 问他们具体是怎么侦查的, 他说这属于商业机密, 无可奉告, 他只好补充两条要求, 一,不许在方妮身上安装窃听器之类, 二,不许在他上厕所时监视, 对方同意。 十天之后, 调查报告出来, 关于方妮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 受叶素芬女士之委托, 我们于6月7日至16日, 对其女方妮在家庭学校之外的一切活动, 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括号上厕所除外, 未发现明显的异常行为, 发现稍值得注重的情况有如下几点。 一,6月8日17时24分, 在出校门北边约60米的街边, 方妮和几位男女同学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其中一位男生掏出泡泡糖分给同学吃, 方妮接一片并吃了, 随后上公交车, 在车上未发现异常, 事后了解那位男生是初二四班的张元生, 但未发现跟方妮有特殊往来。 2,6月10日13时51分, 方妮上学路过新东三路南边街道, 这里有一家新开张的内衣时装店, 门口赫然竖着一个比真人还大的美女像, 这人像只有三点, 一手抠着那条狭小的三脚裤, 而且似乎要抠下来的样子, 性感迷人。 方妮驻足看了1分49秒, 才继续走向公交车站。 一共8点, 另付了10页, 每日活动明细记录表。 叶苏芬看了这些材料, 觉得挺满意, 一是对同堂满意, 二是对女儿满意。 这钱虽然贵了点, 但是值得。 女儿虽然不是至纯至杰, 但是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 她想, 该买点好菜, 慰问一下女儿, 当然不敢提半句 顾私人侦探的事。 叶苏芬想起方妮那丢失的笑, 把她以前的照片全翻出来, 找了那年跟方浩明 回老家在海边吸水 笑得非常灿烂的, 相馆都讨了去陈列的那张, 放大了, 装上漂亮的相框, 摆在厅上大电视机之上。 她一回家, 鞋都没脱清楚, 便拉了她到电视机前, 大献殷勤, 孩子啊, 你看, 我把你的笑找回来了。 难看死了, 方妮瞥了一眼, 居然没有笑, 一丝笑也没有, 只不屑双肩上沉重的书包。 叶素芬扫性极了, 这臭孩子。 晚上开职工大会, 传达上级行精神, 动员全行上下投身到深化人事体制改革中去。 原来啊, 随着国家在加入WTO时, 承诺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时间日益临近, 国有商业银行得加快进行股份制改造步伐, 要符合上市条件, 就必须大力降低不良资产比率, 大力减财荣源。 根据上级计划, 川州教育银行今年得减员117名, 比往年多一倍。 减员方式也有所不同, 第三季度主要是接受员工主动辞职, 经济上增加补偿。 如果能这样完成任务, 那是最好。 如果不能, 剩多少得在第四季度完成。 这后一次检员方式主要是结合年度考核, 末位淘汰。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 不以一时成败乱英雄, 以近三年的考核综合计算, 其中今年占50%, 去年和前年各占25%。 这一次一定要减一定比例的市分行机关人员。 为此要求全行员工进一步深入开展, 学理论, 赢奥运, 人人争当业务冠军的活动, 深刻领会甘蔗原理的重要思想。 高度认识这次改革的重大意义, 热情支持改革, 积极投身改革。 航领导作报告, 全场秩序本来是好的, 如果谁的手机忘了关, 突然响起来, 会像炸药包的导火索一样, 被迅速而彻底的掐灭。 可今天不同啊, 一听要踩到机关, 像被撞到的蜂窝一样, 嗡声一片。 一行长喝了几口茶, 有意让大家输一输气, 等抽完一支烟, 他说, 好了, 三会后大家可以去讨论, 现在我强调几点。 叶素芬没有加入身边的议论, 但她的心再也没法平静, 三年度考核综合对有些人是公平的, 可是对她呢, 显然太不公平了, 这样她一下就给推到了被裁的边缘, 除非她今年考核结果非常好, 好的足以冲销去年的差, 但她今年却违法了, 干了故意损毁人民币的勾当, 比去年矿工严重得多, 可能考核得好吗? 看来在劫难逃了。 一散会, 他就给方浩明挂电话, 传达会议精神, 急切地问, 你说, 第三季度会自然走人, 走完任务吗? 那你愿意走吗? 方浩明反问, 那你说, 真的会裁到机关吗? 我怎么知道啊, 我又不是大行长, 不过我想啊, 既然说了几年, 总有一天会是真的, 即使今年没裁到, 明年也会裁到。 那照这么说, 还是要算旧账了, 我去年那么倒霉, 那我逃得过今年, 也逃不过明年呢。 那你今年就考核好一点咯, 工会这种地方, 怎么个好法啊? 哎呀, 那就努力咯, 怎么个努力法啊? 我怎么知道呢? 哦, 你就不管我了, 老师告诉你, 我如果下岗了, 哎呀, 好了, 啊, 别吵了, 吵有什么用啊, 怕有什么用啊, 急有什么用,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还有那么大几个月呢。 这一天, 叶苏芬又失眠了, 本来她这一段睡眠好了些, 现在又一下被推到深渊底里, 叶苏芬不知争达到什么时候才入睡, 转入一个梦, 人事部主任穆云, 一脸灿烂的宣布, 叶苏芬破格升为文明办主任, 说是她的考核分数居全行第一, 她待了足足十分钟才缓过气来, 说, 这, 这不可能吧, 沐云激动的抓起叶苏芬的双手, 紧紧的握了又握, 哎呀, 怎么不可能呢, 啊, 在这改革的年代, 什么奇迹不可能发生啊, 沐云说着, 将那一张张评测表递给叶苏芬分看, 果然, 那堆表格中给她打的全都是满分, 没一张少于一百分, 而她清清楚楚的记得, 她只给自己打的分数是称值中的最高分, 八十九分, 现在怎么连那一张也变成一百分了呢? 她歇斯底里的叫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有人故意抓弄我, 这时, 突然有只红蜻蜓飞来, 停在叶苏芬的耳边, 并且出现了好好先生的耳语, 接受吧, 孩子, 你把我忍气吞声, 记了一辈子音得, 现在, 全给你了, 不, 我不相信, 我不迷信, 叶苏芬在挣扎中醒来, 她想, 这梦如果是真的该多好啊, 听, 听, 还有鞭炮声, 庆祝我升官了, 不对头啊, 不是逢年过节, 出了红白喜事, 早上放鞭炮, 那大多都是新店铺开张, 选择早上八点之内的吉利时辰, 睁开双眼, 果然发现太阳正照耀着她的窗, 她抓过手机看时间, 发现, 果然已是八点, 她翻滚下床直奔卫生间, 竖了一下口, 顾不上刷牙, 也顾不上洗脸, 直接在挂着的毛巾上搓了几把, 简单抓了几下头发, 拎起包就跑, 她直接跑进郭章南办公室, 检讨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睡得太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没关系, 郭章南笑笑说, 今天迟到真不是故意的, 今年这是头一次, 考核的时候你要帮我说一下, 尽管郭章南一再安慰, 叶素芬还是不放心, 她觉得现在没一个人敢相信, 都是表面上和和气气说说笑笑, 背地里却排查你打你低分, 把你往下岗深渊里推。 打完开水坐下来, 叶素芬的心思死缠着那个梦, 表面上看这是个好梦, 可实际上人们都说梦与现实相反, 比如你梦到捡钱之类, 那肯定不是好兆头, 由此可见梦到升官弄不好就肇事下岗啊, 父亲特来提醒自己要早早注意。 叶素芬无精打采, 杂七杂八的事一大堆等着要做, 可他什么也没心思做, 他想, 反正要下岗了, 做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都要赶你下岗了, 干嘛还要替他卖命啊? 做好了这些事, 人家又能给我多达几分啊? 叶素芬心里乱哄哄的, 再因为昨夜没睡好, 脑袋像漏了气的轮胎, 一动就别别妞妞的, 怎么也跑不起来? 看报纸上网, 看了下句望上句, 看了半天不知所云。 居委会来电话, 催报这个季度的文明单位动态管理表, 他当即填了, 自己送过去, 一来表示诚意, 二来活了活了精神。 从居委会回到行里, 路过一个小诊所, 叶素芬不经意瞥见里头有个男子很像雨雨红, 他侧对门外, 正跟医生说着什么? 以前呢, 他对这个小年轻没什么恶感, 也没什么好感, 通过患防疫接触, 觉得他人还不错, 他不是远走高飞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得什么病了? 这么想着, 不由回走好几步, 发现果然是他。 哎, 小帅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哎呦, 叶大姐, 好久没有见你了, 现在在哪里发财呀? 哎呀, 一言难尽呢, 你, 你不错吧? 怎么样, 王的房子好住吗? 好啊, 太感谢你了。 哎呦, 这还用谢啊? 真的吗? 我觉得是更舒服, 那就好, 住了舒服就好。 说笑着, 两个人站到门口, 叶苏芬还没有告辞的意思。 哎, 看样子, 你现在肯定过得更滋润吧? 哈哈, 还可以吧。 雨雨红, 脸色黑了点, 但添了几分俊气, 这儿太热了, 请你吃碗爆冰, 怎么样? 叶苏芬望了望小街对面的小冰厅, 随口说, 我请你。 雨雨红, 还没有找到好的工作, 暂时在推销一种保健品, 生意不错。 他说, 现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没几个活得轻松, 没几个健健康康, 看上去健康, 也是压健康。 你能说你的身心, 生理和心理都很健康吗? 我? 你说呢? 我敢肯定你有点问题了, 不信你去体检一下, 什么血脂啊, 血压的, 肯定有些指标不正常。 你怎么敢说肯定呢? 因为现在社会就这样啊, 没有谁能够逃得了, 国家总理也难得睡个好觉, 表面上看, 你工作, 生活都好好的, 其实啊, 你心里, 内心深处, 充满着某种恐惧。 哼, 哼, 你不是在摆摊算命吧? 哼哼哼, 比算命还准啊, 别看你还在高楼大厦里上着班, 悠哉悠哉, 悠悠哑哑, 其实你心里头跟我们这些下了岗的人差不多, 甚至更糟。 死亡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位专家就说过, 失去工作安全感比失去工作本身更严重。 下岗和被解雇的传言跟实际的解雇一样压力大,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哇, 你快成专家了, 那当然, 不然怎么推销我的商品呢? 说着, 于宇红打开高级手提箱, 取出大大小小一堆口服业, 给叶苏芬看。 那, 我买一盒试试? 真的可以试试啊, 不骗你啊。 于宇红扔什么安说的, 不想叶苏芬真的掏出钱来。 你真要买啊? 试一试啊。 嗯, 如果你是出于同情我, 看我, 我目前是困难点, 可是, 可是我还不需要人家同情。 好了, 我是真想买。 哎, 你这会不会是假咯? 会不会有效咯? 我敢卖假的给你吗? 至于效果呀, 说实话, 我也不敢保证, 只能说, 嗯, 只能说理论上绝对是有用的, 那就行了。 中午, 叶苏芬想好好睡个觉, 可是不行, 眼睛一闭, 老想起昨夜的噩梦, 好梦醒来就忘, 噩梦却一直缠绕在心, 总也挥之不去。 叶苏芬不想想了, 想逃避了, 起床找了一堆可洗可不洗的衣物洗, 洗衣机是全自动的, 调了中档水直接洗, 盖洗衣机的时候, 突发奇想, 他不盖上, 待在旁边, 看着小水管注进水, 然后看着水随衣物忽左忽右, 一圈一圈的慢慢转, 再看看快速转动甩干, 接着看第二遍注水, 洗涤甩干, 看着看着, 不知不觉, 又陷入胡思乱想。 衣物洗完接着晾晒, 挂晒完衣物, 叶苏芬就矗立在窗口, 现在才三策, 他不恐高了, 看防盗网上心中的花草, 看着看着, 又陷入沉思。 突然, 他悟出了一个要命的道理, 要学会接受失败。 人生来就是要失败的, 就说我这双手吧, 曾经那样迷醉过方浩明, 也得过全省性荣誉, 才几年功夫就成这样的鸡爪了, 再过些年就要像苏树皮了, 再过些年就要腐烂, 或者是烧成灰了, 连同整个我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 无影无踪。 想想这一年来, 父亲去世, 丈夫查出一身毛病, 女儿学业欠佳, 自己面临末位, 这都是叶苏芬所不愿接受, 而命运要强加于她的, 并且都是突然的, 原来总以为生活是平静的, 静静的成长, 静静的衰老, 静静的死去, 没想命运根本不会按部就班, 而要你跌跌荡荡, 如今改革, 更不会让你静静的退休。 等着吧, 下岗的厄运向地雷遍布你的前方, 稍不走运, 就会猜想。 叶苏芬, 叶苏芬, 突然, 窗下有人大声叫喊, 叶苏芬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方妮, 他怎么直呼其名了, 这孩子。 他很生气, 没好口气的回应, 干什么呀, 有事, 不会好好说呀, 快开门, 我忘了一本书。 现在课本很多, 书包只能背当天上午或下午上课必备的课本之类。 这天中午, 方妮忘了下午还有正值课, 出门下楼了, 才想起来, 跑回来又发现忘了带钥匙, 敲门叫喊, 叶苏芬没听到, 他只好跑到窗下来喊, 哎呀, 你好大胆哪, 敢连名带姓叫我了, 叶苏芬殉道, 妈, 我在楼下, 对着那么多人家, 怎么叫啊? 方妮边喘粗气, 边找课本, 我如果大叫医生妈, 人家的妈也跑出来, 你叫我怎么办? 哟, 这么说, 你还是聪明咯? 叶苏芬笑了, 当然了, 方妮自嘲的说, 你也不想想, 我是行长的女儿, 下午跟上午一样, 像要发疯似的, 如果有某种隐信, 这脑袋一定会立即炸掉, 叶苏芬想好好醉一回, 想来想去, 只有找郭三妹, 可这死丫头最近变了, 上班不换行服, 上厕所到七楼, 偶尔碰到也是一笑而过, 有一回, 她叫住她, 直接问, 哎, 三妹, 你好像躲着我什么呀, 没有啊, 郭三妹失口否认, 但是脸红得很, 那为什么, 我很忙, 真的, 大姐, 这一段, 哦, 我得走了, 不然主人会骂, 叶苏芬不相信郭三妹, 真是因为忙, 心想, 她很可能看不起我了, 那篇报道明明是表扬自己的, 却要数她的名, 当然, 那篇报道啊, 基本是真实的, 只是稍微有点加工, 例如, 当她决定送老太婆到医院时, 写着, 叶苏芬心想, 自己是从事精神文明工作的, 在全行学理论, 赢奥运, 人人争当业务冠军活动中, 应当率先向北京奥运志愿者们学习, 这明显是吹牛啊, 当时, 她根本没想过什么应该不应该, 只是觉得那老太婆太可怜, 本能的想帮一帮, 如果不帮这忙, 她心里难受,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着自己的心灵不难受, 可是呢, 她却要吹嘘是出于职业道德, 这样惹人闲的文章, 嫁祸于郭三妹, 用理语说是抓人家的手指头去撩火呀, 害不道德, 顺便做这么点善事就要吹, 太虚弱, 现在郭三妹看不起你了, 这么想着越发心虚, 自己也有点怕见郭三妹, 再说了, 那次关于坐台的事, 太伤郭三妹的心了, 好像再也抬不起头来, 不光不换航服, 也不再听MP3, 整个人都没了光彩, 整天蔫不拉击, 当然呢, 也可能因为她谈恋爱了, 所有光彩, 所有美丽都给了某一个人了, 朋友也罢, 姐妹也罢, 跟情人比起来肯定是平淡的多,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偏要抓她一次, 叶素芬直言要求说, 今天我心情很糟, 你要陪我喝几杯, 现在啊, 方妮也不爱跟叶素芬出来吃饭, 她不稀罕饭店的好菜好饭, 叶素芬想想也是, 跟大人在一起, 没有共同语言, 时不时说些色情笑话, 还令她难堪, 也罢, 就让她在家里自己煮西红柿蛋汤, 方便面吃, 今天, 就叶素芬和郭三妹两个, 叶素芬坦率地谈了对今年简员的看法和担心, 但没有提及去年基本称职的事, 她只是说, 我们工会必不得国外, 谁看得起你啊, 宣传部文明办在中国式吃香, 但在我们企业, 也是说得好听, 人家不嫌你爱手爱脚就不错了, 现在改革, 说是要体现多劳多得, 一个机关分三类, 公开着, 把我们画到后娘养的一边, 考核投票, 人家还不把我们往死里推呀, 呦, 应该不会吧, 郭三妹对这些问题没有把握, 怎么不会呢, 今年是你死我活, 肯定更多人落井下石, 那我保证不会给你打低分, 我们姐妹样的, 你可不敢背后给我一脚啊, 我要是背后给你一脚, 我, 郭三妹想说什么又不说了, 脸突然涨红起来, 叶素芬没注意这些, 只为她的肝胆气感动, 举杯说, 我也保证会打你优秀, 干完这一小组, 向男人高潮过后, 再也喝不起劲了, 方妮考试结束, 叶素芬多了一道不安, 这么长的暑假怎么管她呢, 私之再三, 她决定再次雇佣同堂, 要求随时报告方妮暑假两个月里, 擅自跨出家门的一切活动, 上午, 方妮要到学校开闭学室, 叶素芬同意, 但她不放心呢, 她想, 今天不要上课, 女儿肯定会贪玩, 弄不好还会跟男同学玩, 那就功亏一篑了, 上班的时候想起这事, 她越想越不放心, 连忙给同堂打电话, 要求增加监视这半天, 她说, 你帮我看好了, 另外加钱也行, 嘿嘿, 老顾客了, 这么点小事好说, 这半天呢, 就义务给你做了, 同行挺爽快的, 叶素芬估计, 这学校开统一的毕学室, 校长做做报告, 书记讲讲话, 再表扬个什么的, 两个小时足够了吧, 然后到班级开会, 纷纷成绩策, 表扬表扬, 布置布置暑假作业, 大不了再两个小时吧, 一个上午也足够, 可是, 等她下班买菜做好饭, 等到十二点半过后快一点了, 方妮还没有回家, 她估计一定出了什么意外, 不能再等了, 马上给班主任吴老师挂电话, 但手机关机家里没人接, 再挂同行, 这才知道, 真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 原来啊, 吴老师所负责的班级, 历年在年段排前三名, 年年受表扬得奖金, 所以尽管年过半百, 仍然当班主任, 今年期末突然掉到后三名, 要在毕学室上点名批评, 她受不了这打击啊, 开毕学室的时候, 从办公楼上跳下, 毕学室乱成一团, 中断了个把小时才继续, 从学校出来后, 很多学生到医院看热闹, 方妮也跟去了, 不过没有什么异常行为, 这时正在回家路上。 很奇怪嘞, 他们说她平时好好的, 只是这一段有时候闷闷不乐, 红堂调查得很到位, 很能说, 昨天, 她老婆去问仙姑, 仙姑说她家里的床没摆好, 她不信, 还骂了她老婆几句, 今天上午, 她还到会场, 听了校长讲话, 老师议论, 今年末尾淘汰怎么办, 她还不以为燃爽, 那怕什么呀, 不当老师就不要活了, 我这把年纪更不怕, 大不了内退, 还会饿死呀, 哪晓得呀, 没几分钟却寻死了。 正说着, 方妮开门回家, 叶素芬像小偷扔丧似的 搁了电话, 略显尴尬, 她咽了一口气, 紧封心脸来, 想第一句话, 审问她为什么这么迟, 话刚要出口, 又想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第几名啊, 你猜, 方妮笑笑说, 叶素芬的脸马上绽开了花, 哎呀, 肯定不错呀, 方妮抿嘴而笑, 掏出学生手册, 往叶素芬手里一塞, 直奔饭桌, 哦, 真好吃, 哎呀, 不错不错, 叶素芬看了看手册上 记载的名字, 金不度连连夸奖, 上前就给方妮一个吻, 又帮她打饭, 打汤, 哎呦, 我的宝贝女儿哦, 真是不错呀, 哎, 那怎么听说, 你们班这次考得不好啊, 倒数第二, 你不是考得很好吗, 几个尖子都考得不好, 平均一下就不行了, 我好有什么用啊, 那他们以前都考得好, 为什么这次考不好呢, 哎呦妈, 好马有诗提诗啊, 方妮不耐烦了, 你去问他们吧, 顾不上先吃饭, 叶素芬马上给方浩明打电话, 我女儿寂寞成绩出来了, 你猜多少名, 听你这样子肯定不错, 方浩明说, 那当然, 一百四十七, 比上次进步了五十多名呢, 哎呦, 那真是不错呀, 我说了嘛, 腕竹出好损, 你的女儿怎么不会读书呢, 是我管得好啊, 我特地请了, 你跟她说说啊, 叶素芬连忙把电话递给方妮, 叶素芬一高兴, 差点把顾私人侦探的事说出来, 他想过, 必要的时候, 也要顾人探探方浩明, 不要什么时候跟那个下什么的狐狸精, 私奔了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还不能跟他提这事儿, 这个炎热的夏秋, 叶素芬像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死定对手一样, 密切关注有没有同事自动走人, 观察了一星期又一星期, 一个月又一个月, 好不容易三个月过去, 只走了九个, 这九个当中啊, 四个是申请辞职的, 还有两名因为是业务骨干, 没有被批准, 一名支行行长, 带着漂亮的储蓄所主任, 卷了三百万元储蓄存款私奔, 迄今未抓获, 因此开除两人, 另有一名是年轻的副行长, 有天夜里莫名其妙暴死, 这样, 还有108个指标要硬砍, 将这个指标分解, 市分行机关分得七个, 更糟糕的是, 在这个金秋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席卷全球, 东方西方大小国家都惊慌失措, 银行业首当其冲, 连世界老大花旗银行都惶惶不安, 渐薪, 裁员倒闭, 这类字眼在新闻联播当中也难以回避, 中国稳定压倒一切, 当然有特色了, 国务院特别下文, 要求全国各行各业, 不裁员少裁员, 然而银行跟其他企业不一样, 几大银行随便一家倒闭的后果, 都比汶川大地震严重得多呀, 如果裁员能救银行, 显然是最佳选择, 因此别幻想教育银行, 减员指标会减少, 为此, 川州分行又一次召开动员大会, 继续鼓励大家自动走人, 在被裁减之前主动报名的, 仍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谁说裁员跟死神一样不容商量啊, 川州分行够注重和谐, 够友情操作啊, 人之一尽了, 然而呢, 叶索芬还是不安起来, 空前不安, 他想, 看样子, 没什么人肯主动走了, 在分解这七个指标, 他所在的考核组少不了一两个, 更糟糕的是, 到目前这一组好像还没有人出什么事, 郁宏那事算大, 完全可以打他不称职, 可是他早走了, 郭三妹那事应该也算问题, 可不是真的, 如果凭偏见再有那个故意损毁人民币的事, 很可能还会给我打低分, 再加上去年的, 那岂不是我要死定了? 谁赶紧出点事吧, 哎呦, 你说你怎么心眼这么坏呀, 怕人家出事啊, 可是人家不出事, 就轮到我出事了呀, 叶索芬很为自己担心, 但有时又觉得可以放心, 吵着方浩明要给他拿主意, 说实话呀, 这种事谁也不敢打包票, 但他毕竟更了解那种圈子里头的事, 他说, 呃, 我想啊, 我们该正规请郑五华吃吃饭, 上次呢, 借花献佛, 人家不一定领你的情, 要专门请他直接谈你的事, 当面敲定下来, 那, 那好啊, 叶索芬欣然说, 这是, 光他能敲定吗? 嗨, 当然可以啊, 只要他跟他部下打个招呼, 叫他们都给你打高点, 你还能低到哪儿去呀? 真的呀, 你,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早知道去年就可以, 不过呀, 他这个人呢, 很势力, 看上不看下, 请了好几次都请不到, 那, 那, 再叫你人行的朋友出面? 那不行啊, 老是用关押人家, 人家面上答应, 心里不高兴啊, 还是空的, 要换过一张牌, 比如, 白眉大侠, 啊, 听说他对父亲, 倒是挺孝顺的, 叶素芬几乎忘了郑兴哲, 他好像也不愿见他, 偶然碰上远远就避开, 现在方浩明一提, 他欣然同意, 当然, 他没必要把性骚扰的事告诉方浩明, 他想, 为了生存, 多少人情妇妻女都要做, 我这么一点, 这么一点算什么呀? 他还会再打歪主意啊? 我才不信, 他亲自给他挂电话, 热情洋溢, 地点还在脚弧号游船, 天气这么热, 在上面边乘凉边吃饭多好啊, 叶素芬和方浩明早到了, 站在船头等郑家父子, 远远的就发现目标, 郑兴哲在儿子的护卫下, 主根拐杖, 如期而至, 他心里不觉得一颤, 他现在真的是老了, 突然老了, 他不再高高大大的舔着肚皮, 而勾着身子, 步履蹒跚, 他的眉毛还是白白长长的, 但没了半点大侠的样子, 他不由叹了叹, 连忙跑下船上前帮忙搀扶, 上船顶, 郑兴哲举目俊寻, 不由叫道, 哎哟, 这风景真好啊, 啊, 啊, 就是风大了点, 郑武华说, 哎, 小叶, 你要小心点啊, 别像风筝一样的, 给刮跑了, 哎呀, 郑主任, 你也太夸张了吧, 哎, 对了, 叶素芬却突然想, 船顶有风, 现在的郑兴哲若不惊风, 万一出个事, 那就担当不起了, 船一开, 风更大, 那郑行长会受不了的, 我们还是到里头吧, 哈哈哈哈哎呀, 还是小叶关心我呀, 郑兴哲感激的说, 里头也不错呀, 透过硕大的玻璃, 照样可以欣赏岸边的夜景, 方浩铭请了杨美来, 让她坐在郑家父子之间, 让几个男人没喝鲜醉, 福吴小姐送菜单, 请方浩铭过目, 她看了一下, 请郑兴哲定夺, 哈哈, 我不知道您老人家喜欢吃什么, 您看, 您点, 别客气, 郑兴哲不客气, 但她的手颤抖的抓菜单都抓不住啊, 要左手抓菜单, 再用右手死命的抓住左手, 看着郑兴哲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叶素芬想起那不停的抖着的仙姑, 又想起自己那些日子恐高, 也是不能控制自己, 不寒而栗啊, 更糟的是, 郑兴哲嘴角总挂着一点白沫, 她想到即将要跟她一起吃饭, 而且要跟她碰杯, 直觉的要吐, 她突然说, 哎呀, 哎呀, 我头晕, 晕船, 我要到上面吹吹风, 叶素芬说得很坚决, 边说边起身, 大家不便左流, 只好求她一会儿好受些, 就下来喝酒,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漆黑一片, 空空一片, 但两岸彩灯如画, 言言不绝, 那艳丽独目的灯光不停地闪烁着, 不停地变化着各种各样的画面或者文字, 令人眼花缭乱, 向叶素芬此时此刻的心, 事后, 方浩明告诉叶素芬, 郑武华在席间明确表态了, 只要没什么意外, 完全可以帮她通过今年的考核, 而且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个优秀指标, 这显然是一个大好消息啊, 她高兴起来, 双手捧起她的脸, 连吻好几下, 不想, 她又说, 但是, 你要给我小心点啊, 啊, 小心什么? 不要跟鱼与红来往了, 跟她, 跟她怎么了? 她现在在我们行跟温神似的, 人家躲都躲不及, 啊, 你倒是跟她打得火热啊, 胡说, 我跟她又没什么, 我只是买了她的房子, 又买了她的药, 觉得还可以, 就接着吃啊。 谢谢大家。